So let's move to new words 好了我们看我们第一课的 新单词有哪些呢 Actually not very difficult right This is a house Wow tidy right 这样的房间多么的干净整洁 So many things here right I'm tidy we say what a mess 所以这个小词刚刚在课文里出现了 Tidy是表示干净整洁 那要不干净不整洁乱七八糟呢 就这么说的mess 并且呢我们特别选用what a mess 表示哎呦太乱了 what a mess 比如说你刚才说男生的房间 都比较乱糟糟吧 所以说what a mess 所以说像小姑娘进到男生的房间 又脏又臭臭死了 袜子不洗 what a mess 这个词就会表达 真是乱死了脏死了 what a mess 所以可以用它来表达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在tidy前面 加上untidy来表达 不干净不整洁 所以这两词正好是一对反义词 来tidy untidy 所以untidy表达是mess Next one bath 我们刚刚学过这个词 take a bath suitcase 整理箱或者行李箱 suitcase 那么这个词其实我们在前面讲过 suit是表示套装的意思 衣服的意思 而case是盒子 把衣服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去 这个盒子就被叫做了行李箱的意思 所以这是个合成词哦 suitcase 手提箱 Next one pack 我们刚刚讲这个词 表示整理一大包 我们说pack the suitcase Next one ready 准备好的这个小词汇 以及holiday 我们今天课文的标题就是holiday 我们的假期 and then leave 离开了 好了我们看本课几个单词 我们先来把单词过一下下吧 非常简单的几个单词 No.1 Mess 至于它的发音 这个E发的是小口语的 E 所以这些嘴角向下列 E M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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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one pack 你看 这样子正好是一对比较反的 这个是小口语 这个是大口语 要放下张嘴巴的幅度 A pack Mess Pack Annexen Suitcase Suitcase 我们刚讲是一个合成词 Annexen Leave 一个长音 Leave 离开 Leave Already 我们今天在课文里面多次出现这个词 表达这个现在完成时的标志 就是已经怎么怎么着了 已经做过了 Already Already 还有下面这个tidy 赶紧正洁了 Tidy 以及我们的重点词 Holiday Holiday Everybody loves it Right 大家都喜欢的 假期 假日 我们可以说 Have a holiday 以及我们的小端语 Stay at home 好了 这几个小端词刚刚储帅已经补充过了 大家快速记下笔记哦 Mess这个词呢 我们可以用What's a mess 或者我们课文的原句 Excuse the math 来表达它的小端语 What's a mess意思是表达 好乱呢 好乱呢 What's a mess 好乱呢 乱七八糟啊 那我们一起表达说 哎呀好抱歉 Excuse the mess 抱歉太乱了 让你见笑了 第一个呢是表达 说人家乱 第二是表达 可能你去到别人家里面 如果你家里比较乱的话 一定是 这是属于代客之道了 对吧 客人来你家 你家乱七八糟的话 就是对人家不礼貌啊 所以说 Excuse the math 和抱歉 乱糟糟糟的 很抱歉抱歉 Pack这次我们刚刚说 它是个动词 一定会常和 Pack the suitcase 搭配在一起来学习 Pack the suitcase 打包或者整你的这个手提箱 Leave this 不得说了 Already 等一下我们会重点 介绍它啦 还有tide的一个词 刚刚出事 已经补充过了 on party 记住了吧 前面加个un就可以了 还有holiday 我们今天课上补充两个的语 一个是go on holiday 一个就是什么来着 go on holiday 下面一个是have a holiday 用这个词来打打 好了 我们最后把这个单词 来读一下下 OK No.1 Myth Myth Pack Pack Suitcase Suitcase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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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eady Already T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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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iday Holiday Have a holiday Stay at home Stay at home OK Grammar 好了 我们在这个里面 期望大家长的语法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见到的地方了 For example eating 比如说吃饭问题 Wow Of course She has a lot Right 所以说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我吃了好多好多呢 I have had lunch No 我们看这里面出现两个have 第一个have是原型 第二个have是变成过去是了吗 其实并不是啊 所以I have had lunch 表达是什么时候吃的呢 还是表达已经吃过了呀 诶 这个是表达已经吃过的 I have had lunch 那我们看这个呢 She has learned English for 300 years 她已经学过英语了 也都学了三百年了 所以最后这个啊 她已经撑得肚子如此之大了 因为她吃了一百个汉堡了 那所以这一百个也好 三百年也好 是表达从过去什么什么什么 一到现在的一个事情吧 所以她已经吃过一百个汉堡了 所以这些统统的 I have had lunch He has had 100 burgers He has learned English for 300 years 等等一系列 这个就被称之为了 现在完成时 你会发现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词 来进行引导 have或者是have 当读语是一个非三单的时候呢 我们会选择have 当读语是三单的时候呢 我们会变成have来进行引导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现在完成时代 它其实表达的含义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动作呢 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 但是呢 它结束了 结束呢 还对现在有着影响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用图来表示 图帅之前有画过的 什么叫现在完成时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轴上边 现在这条线呢 代表着现在 这是此时此刻 你比如说吃饭这事 吃饭呢 你可能是在十点钟吃的饭 但是我十二点又给你吃的时候 你还能吃下去吗 你吃不下去 所以就表示 你在过去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会持续到现在 它依旧对你现在产生了影响 因为我们得消化一部分呀 所以当别人再给你吃 吃的时候 你就说哎呀 不行不行 我吃过了 我不吃了 所以当你想表达 我吃过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过去 而是针对现在 因为我现在给你吃了 你不吃啊 所以表示 I have had lunch 这是I have had burgers 就比如说 我已经吃过两汉堡了 你再给我一个 哎呦 我真的吃不下去了 我都快撑死了 所以说现在完成时 如果画图来表示的话 它仅仅是表达 对现在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画图的时候 就一定是始织过去 来终止到现在 所经历的阴影部分 那就是现在完成时态 所表达的 它的影响力 就是这一部分 阴影部分了 所以当我们在平时 说话当中 或者写作过程当中 大家如果想表达 这事儿你都已经做过了 并且现在的影响 就是不用再做了 比如说中文已经做过了 现在不用再写了 你吃了两汉堡 现在吃了 吃不下 都已经吃了 你已经喝了两瓶水了 现在已经喝饱了 等等等等 这些事儿都已经做完了 当时过去做完了已经 但现在呢 hade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就选择 现在完成时态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结构 have 或者是have 记住 后边加的不是过去式哦 虽然它发生了过去 但是我们选择是一个非常非常 最最终结的一个现象 叫做过去分词 就是动词这样的形式了 所以你发现那个什么 have这个词 其实不是过去式 因为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长得一模一样了 所以今天大家的难度要比较加深 大家还要顾一下这个动词 过去分词的变化了 那它的结构是have has这样 那如果它后边要出现过去分词 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动词的过去式 和过去分词到底有哪些不同 当然了肯定一些词长得一样了 比如说work变成worked和worked 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一样 所以这就无法区别 但是有的就不一样吧 比如说do这个词 如果是做的话 do它的过去式是de的 但人家的过去分词变成了done 这就是不一样的 还有go也不一样 go过去式是went 而过去分词就变成了gone 所以这些 大家要通过平时的阅读也好 作业练习也好 慢慢去积累 动词的过去式 过去分词变化 好了 那这一页当中 我们来看几个普通的和特殊的 w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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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live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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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stop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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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血P加Ide the same 那剩下几个不一样 do did done go went gone swim swim swum 所以大家记住 在我们的现在完成时里边 动词要统一的 全部使用的是过去分词聊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过的一大关了 那同时大家要明白过去完成时 它所强调的就是对现在的一个影响 说I've already finished my homework 我都已经完成作业了 所以我现在就不用写作业了 我完成了 done 那也可以说he hasn't had any food ye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he hasn't had yet 就表示说到现在为止 他都还没吃过饭呢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可以表达这事你已经做了 你也可以表达到现在为止 他都还没做某个事情 比如说 楚川一直在辛辛苦苦的给你们讲课 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呢 那这时候就可以说 I haven't had any food yet 所以你发现 当我们在肯定句里面 会选择already来表达已经 这是肯定句了 同时呢 我们在否定句当中 就会使用yet来表达了 叫做还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小句子怎么来拿捏翻译呢 就是第一个就发现说 我已经做完作业了 我现在不用做了 而第二说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 快饿死了 一个是already 一个就是yet 是我们今天要大家必须掌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志词 OK 好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家讲的几个关于第一部分篇章的现在完成实在 快速消化一三三 OK 那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 1 2 3 4 我们刚刚说了 标识词就是already和yet 一个肯定 一个否定计当中 说Bill go to finish your homer 去写个月去 Mom I should not finish my homer 我都写完了 所以这是个肯定句吧 肯定句了 所以答案只能写什么呢 我都已经写完了 看这个是个疑问句吧 Have you seen your lunch 我们说了在have的后边那一定是什么呀 have加过去分词 你吃过午饭了吗 所以不能是have you have 一定是have you had 是到我吃过了 我一小时前就吃完了 那么一小时前它是过去呀 但是因为have的过去是和过去分词长得一样 所以这题选一样的必选下了 好那么3 Did you read the book last night 这是对过去的文说 你昨晚看是了吗 我没有 我不看这书 这书我都看过三遍了 就表示到目前的影响就是 我现在不看 因为我看好几遍了 我已经看过三遍了 这事已经做过了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 现在完成时 那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have read的 还是have read的呢 答案只能选A 因为rea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长得完全一模一样 都是READ 没有read的这个词 这次都不存在啊 好 那么4 Sally什么还是Homework and now she TV 说肯定是Sally写完作业了 所以才看电视吧 对不对 那所以已经写完这表的事 已经到现在为止 已经懂得做了吗 所以一定是现在完成时了 那你看ABC B和C都是现在完成时 那我们去看后边吧 他现在正在看电视 对不对 现在进行时 怎么能丢到A子呢 所以B肯定不对了 答案却C OK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小篇章了 我们透过这个小题目 再次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的现在完成时的用法了 OK The last lesson Paris in the Submarine 好了 这课里面又继续会探讨 哪样的一些 现在完成时的句子呢 Let's get started Last lesson Lesson85 Paris in the Submarine Paris in the Submarine Hello Ken Hello George Have you just been to the cinema? Yes I have What's on? Paris in the Submarine Oh I've already seen it I saw it on television last year It's an old film But it's very good Paris is a beautiful city I've never been there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Ken? Yes I have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In April Paris in the spring Hah? It was spring But the weather was awful It rained all the time Oh Just like London I'll see you then It's fair hade I'll see you then ira Cannon